是营运第一天我就报到了 然后发现怎么平日下午这么多人跟我一样都在这里 这天一个人只能限购两个 害我看着甜点贵超犹豫的那个也想带 这个也想买 而且我还想说每一种口味都带可以跟正代读书会的好友分享 台中近几年开了很多家甜点店 各有拥护者 当然有吃到自己喜欢的口味最开心了 最近连续吃到两家草莓塔搭配开心果的 我只能说夜市获胜Tilda 另一家不要问我 他Tilda Patisserie YHC夜市甜点工作室地址 台中市西区博管路222号营业时间 14点到18点公休日 星期一二夜市FB请按我 草莓记就是要吃草莓相关甜点拉草莓冰草莓塔草莓松饼拉Tilda 店内位置就这八台区这天没有饮品 所以我外带Tilda 做草莓塔又咖啡焦糖两样320元 说起来台中甜点的价格好像就这么一直上来好 草莓塔搭配开心果 满特别的组合 里面还有白巧克力 学步吃完觉得还是草莓塔比较厉害 吃完不会觉得甜腻 再吃一个也没问题Tilda 觉得那项X胡同咖啡外面这张桌子真是好拍Tilda 柠檬塔遇到圈圈也去买了夜食 所以这天很开心 全部口味都有吃到 柠檬塔的酸度还没有百家果塔来的酸Yetilda甜点位里面的甜点 柠檬塔不是我第一的选择 毕竟我太怕酸不过夜食它们的还好 协调性还不错可能有加了真果的关系 多了层次感 咖啡焦糖咖啡豆的造型很可爱又 淘喜也让人想到CJSJ的甜点创意外形里面 慕斯感退冰后会比较明显 所以冰凉凉的比较好吃 这款也还不错 不爱慕斯的我可以接受慕斯室来怀嫩 不会吃到后来会津津 甜度控制的恰到好处Tilda 百香果塔觉得是里面酸度较高一点的 想吃的早点来主厨一个人 每天做的量有限卖完就提早休息 Tilda 蓝色启示IGBLU119CHESC